收看今天7月25号 礼拜一的午安您好 台式新闻 我是侯乃荣 一开始 社会消息带您来关心 疑似感情纠纷 卤卫滩老板惨遭射杀 昨天晚间10点左右 台中市坛子火车站旁的卤卫滩传出三声枪响 曾姓老板头部中弹 送医不治 远景漏夜追查发现了 疑似凶贤怀疑死者跟前妻在交往 心有不甘才会跑去开枪伤人 事后搭乘着进口轿车逃亡 目前已经在太平东雾峰的交界处 找到了犯案车辆 警方将全力坠砌 台铁潭子站附近卤卫滩 24号晚间10点左右突然传出枪响 附近居民赶紧出门查看 发现36岁曾姓老板头部中弹 倒卧在地面赶紧协助报警 开枪的那告诉你 你们走 你们走 以后那两个别人去走就对了 他就给他开两枪了 就是一个司机一个人下来去开枪的 连续三声 前两声比较快 暗夜连续传出巨大的枪击声 不少人都吓了一大跳 曾姓老板第一时间失去呼吸心跳 紧急送一抢救 但最后还是回听乏术 亲友们截后消息都难过不已 强调死者平时做人很好 也没有听说跟谁结怨 没想到会碰上这种事 人很好啊 人人好啊你知道吗 就这样很单纯啊 远景第一时间展开调查 发现凶嫌犯案后搭上坚硬的车辆 逃往太平和雾峰交界处 然后汽车疑似要制造断点 警方持续追查 一名三十七岁的灵性女子 事后自己跑到派出所报案 怀疑凶嫌就是自己的前夫 因为不满自己和曾姓死者交往密切 才会跑来开枪伤人 警方初步怀疑是感情纠纷 尿杀鸡目前掌握嫌犯身份 将权力围捕追契 要尽快逮到人 厘清整体案情 今天是王府夜王神区李嘉明 台中报道